你以為我很好嗎 我出過這麼多外景啊 然後就比如說有常常可能 大家講的鬼壓床會怎麼樣 我都覺得那可能是我們工作太累 所以我都覺得無所謂 那這一次是我唯一一次 我覺得非常可怕 然後我自己嚇到 我記得那一次出外景是 也是在一個民宿 然後在山上 然後我們搭工作很晚了 大概12點多了 然後我們才到那個民宿 然後到那個民宿以後呢 都沒有人 然後是 我記得是週末吧 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間 可是民宿只有我們這幾組 就是攝影組團隊的工作人員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去可以硬的時候 我就一打開我的那個 民宿的那個房間門 然後就聞到 哇 怎麼會那個 煤味很重 我在想說可能是山上的關係 所以煤味會比較重 比較潮濕 那當然就趕快先把冷氣先開一開啊 然後想說趕快去梳洗一下 我記得我要睡覺的時間 可能大概一兩點的時間 然後就倒在那個床墊上要睡的時候 燈都關了 要睡的時候 就突然聽到那種 小朋友的那種腳步聲 就是那種 然後是 是在我的那個 床外面的那個地板上 然後在跑步的那種聲音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因為你一要入睡的時候 你就聽到這聲音 你就覺得 這怎麼回事 然後就張開 然後把燈打開 然後結果發現 沒有人啊 然後你就聽 可是旁邊也沒有 就是你一起來 就沒有聽到任何的小孩子的聲音 然後就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就想說 那我開燈睡覺好了 所以我就把燈開開 然後就繼續睡 然後在睡的時候 一要入睡的時候 又聽到 那是小朋友的腳步聲 在我周圍跑來跑去 然後就聽到那種 哈哈哈哈 就是那種小朋友在 在玩的那種 哈哈那種 笑的那種聲音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毛 然後想說 是不是聽錯了 然後 可是又沒有 然後聲音就一直在我耳邊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清醒 然後想說 算了 那我還是繼續再睡好了 那不管 硬是硬要睡 然後這時候就聽到 一要睡 你一閉眼睛一轉過去 又聽到那個腳步聲 又在你旁邊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然後最可怕的是 就突然間沒有腳步聲了 然後那個 你就突然感覺到 你的床就有凹陷下去 就有人跳到你的床上的那種感覺 然後又跳到你旁邊 就是那種很像 小朋友在你床上跳 然後我就覺得 不對勁 這一次真的不對勁 然後就小朋友的聲音就 哈哈哈哈又在笑 然後我就 我就真的好害怕 我就說那個 小朋友 姐姐是來工作的 可不可以不要整姐姐 姐姐明天一早就走囉 然後 不要跟這樣 不要跟姐姐鬧 不要跟姐姐玩 然後一講完的時候 本來不是有腳步聲 然後還有就是跳來跳去 突然就停了 什麼聲音都沒有 然後我就 然後我想說 應該她聽得懂 然後正喘一口氣的時候 我就突然聽到 在我耳邊有一個聲音說 哈哈哈哈 姐姐陪我玩 我就 我真的嚇呆了 我就快要哭了 然後我就馬上就起來 話不說就拿著枕頭被子 然後我就衝出房門 然後一衝出房門以後 然後我就去敲我們企劃的那個門 然後我就說 那個 不好意思我今天打擾 我要跟你們睡 然後他們就看我的臉色 非常非常地難看 我說那 不要問為什麼 那就 明天早上起來大家再說 離開再說 然後大家很有默契 就點點頭 然後都不講話 然後結果 可是那個晚上我真的也睡不著 然後一直到隔天以後 大家都 我就很低氣 去我的房間 叫他們陪我去我的房間 把東西都收好了以後 然後 整庄出發 要出外景 要出外景了 然後我幾乎一個晚上沒睡 然後一離開那個民宿的時候 我就問我們 團隊大概有五六個人 還有開車的司機大哥 我說 昨天晚上 大家在民宿有什麼狀況嗎 睡覺所以我沒有睡不好 然後司機大哥說 我也一夜沒睡 那我問他怎麼了 他就說 他大概兩點多的時候 他就聽到他的那個 房間的樓上 有小朋友在笑跟腳步聲 跑來跑去 然後我聽我就 頭皮發麻 我說可是 鄭大哥 你不是睡民宿的頂樓嗎 頂樓加蓋 上面是不可能有人在跑的啊 他說對 他睡頂樓加蓋 所以他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我就說 他 昨天晚上那個小朋友我也遇過 他先在我的房間 跑一跑 可能去你那邊跑 所以這是我真的覺得 我遇過最可怕 而且是 不同的 就上下樓 我們兩個工作人員都知道 是 兩次 那 都